Hello 今天是2022年3月11日星期五 欢迎来到美股天天说 大家好 我是陈蔚 昨天盘后甲骨文 Oracle这家公司公布了最新的财报 正好最近也有朋友在问这家公司现在的情况 我们可以通过他们最近的两份财报的比较 来看一看他们现在的投资前景 甲骨文这家公司除了传统的数据库软件业务以外 现在最大的亮点就是云计算的转型 目前在公共云业务方面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 存在着挑战市场领导者亚马逊 微软和Google这三大巨头的潜力 那在最新公布的截止 2月28日的2022财年第三财季中 他们的收入同比增幅是4% 达到了105亿美元 略超过市场的预期 虽然说不及上一季度6%的增幅 但还是能够令市场满意的 因为依然录得了环比的上升 同时和他们过去五年中 平均1.79%的增速相比 延续了上个季度以来的增长势头 这也在一定程度上 打消了投资者近来一直担心的增长问题 那按业务部门来看 甲骨文第三财季中 云服务和许可支持业务的收入 是76.37亿美元 同比增长了5% 在总收入中占比是73% 依然是公司最大的收入来源 也展现出了公司在云业务方面 依然在稳步的推进 那甲骨文的CEO表示 在第三财季中 如果不计算汇率波动的影响 甲骨文实际上实现了超过7%的收入增长 这就是公司开始向云计算转型以来 最高的季度收入的增长率 虽然说看着绝对数字不大 但至少能够证明 甲骨文在云业务转型的选择和方向上面 都是正确的 那现在公司预计的是 下一财季 他们的收入可能会同比增长6%至8% 这就能够维持住 最近两个季度展现出来的 这种收入增长加速的趋势 相信能够继续稳住投资者的信心 而在盈利方面 在刚刚过去的第三财季中 甲骨文重新是获得了净利润 净利润达到了23.2亿美元 虽然说是不及预期的 但和第二财季的亏损12.5亿美元相比 已经好了很多 表明了上一季度难得出现的亏损情况 只是暂时性的 主要还是因为和收购医疗信息公司 赛纳相关的非经常性开支所造成的 但还是要注意的是 由于云业务领域 甲骨文并不是以领先者的身份 去应对挑战 而是以挑战者的模式去开启竞争 而这个领域的竞争是非常大的 因此可以预见的是 甲骨文的研发费用和营销费用的 大幅攀升 还会继续去压制他们的盈利空间 但是如果能够用一些盈利 来换增长的话 其实对于现阶段的甲骨文来说 还是很有价值的 因为对于这些老牌巨头来说 现在最关键的依然是保持足够的成长和想象空间 不过好的地方在于 即便预期到他们的开支将会继续的攀升 但公司依然预计下一财季 也就是第四财季的每股盈利 是有望达到1.4至1.44美元 这就能够高于华尔街预期的1.38美元了 因此还算是不错的盈利表现 所以通过这次的财报可以发现 虽然他们没能够完成一个double bit 但付出确实在换来回报 这就足够令人们对甲骨文的基本面前景保持信心了 那接着我们就来回顾一下 他们上次财报以来的股价表现 上一次分析他们的时候 也正好就是在12月20日 上一份财报刚刚公布之后 他们的股价大跌 主要的原因还是在于 人们对他们开支大增后 能不能换来足够的回报 是有着不确定性的 毕竟在云业务市场上 他们要面对三大科技巨头 还是很有压力的 但目前最新财报展现出来的表现还是不错的 所以一定程度上是能够缓和人们这方面的担心 而另一个造成他们当时股价大跌的原因 还是在于人们对花费了巨资 收购赛纳是存在很大的分歧 283亿美元全现金的收购赛纳 被很多人认为是很贵的 因为这等于是每股花费了95美元的价格 而整个2021财年中 赛纳本身的收入才不到60亿美元 所以觉得贵是有道理的 但是对于甲骨文来说 其实对于赛纳本身的收入并不是最看重的 一切其实都还是为云业务服务 收购赛纳不仅看重了 他们在医疗数据领域的优势 另外更看重的应该还是 赛纳与不少的大公司都有合作关系 能够加快他们在数据领域的业务拓展 最终还是要去推动云计算业务的发展 所以我会觉得收购赛纳看上去确实是比较贵的 但从最新财报看出来的引力能力 和他们自身的财务状况来看 实际上甲骨文这笔收购 可能仍会被市场所低估 尽管整合过程中 能不能真正创造1加1大于2的结果 还有待观察 但至少从目前看到的信息来说 之后是有希望帮助甲骨文 获得更快的增长速度的 因此贵可能真的是有贵的道理的 接着就是估值方面了 其实现在甲骨文的投资者 需要更加密切留意的就是估值 因为当他们越来越变成一家SaaS公司 也就是说越来越多的转向订阅收入的时候 就会又回到我们常说的一个概念 那就是估值对这类公司的股价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收入更容易被预测 一旦估值太贵的话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迅速的下降 但同理一旦估值很便宜的话 对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迅速的上升 那这点在12月20日的时候 也给大家重点的分析过 当时提醒过大家需要小心估值带来的风险 导致他们股价可能会进一步的下跌 后来我们也看到甲骨文的股价是从90美元上方 一路跌到了最低的接近70美元 那现在他们的估值风险还大吗 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甲骨文的远期市盈率已经从12月20日的20多倍 是下降到了14倍多一点 市盈增长率PEG也从当时的2.78 这个比较高的水平是下降到了2.18 相对合理的一个水平 但根据五年收入预期的现金流贴线模型 计算出来的合理股价和当时的94美元是差不多的 而19位华尔街分析师给出的12个月平均股价预估 相比三个月前的104.71美元有所下调 但依然是有着94.18美元 和合理股价其实看上去是很接近 这就可以发现 估值水平对这种股价的投资信心 确实会带来很大的影响 因此结合到他们技术面底部形态正在构筑 我会觉得现在的股价对于这只股票来说还算是不错的 如果对这类转型中的老牌巨头感兴趣的话 是可以去考虑的 但是前提还是要控制好风险 因为近期整个市场的波动还是蛮大的 所以分批建仓永远是我们最先考虑的一种方法 那明天又是周末了 针对下一周其实有很多重磅的事情需要我们关注的 我们先看数据方面 下周我们可以关注有美国的生产者物价指数 那这和本周公布的CPI一起 将给我们更加全面的展现出美国这些公司 他们在盈利能力方面到底是会有什么样的变化 另外还可以关注一下 零售销售 房价指数和乘污销售 而下周更重磅的毫无疑问就是超级的央行日 因为下周呢 我们将迎来美联储 英国央行和日本央行的重磅利率决议 那相信大家也都预期了 美联储将会在下周开启这次的紧缩周期 所以我们看一看美联储到底是加息25个基点呢 还是加息50个基点 以及他们是否会在政策声明中透露出 他们对于缩表是持有什么样的态度 以及是否会释放出来什么重要的信号 另外呢在能源市场方面 下周我们也可以继续去观察 OPEC以及IEA 也就是国际能源署即将公布的月度原油报告 而在财报方面呢 下周我们可以关注的就是Fedex和GME 这两家公司的财报 另外就是下周 俄乌局势对于股市 还是会持续的带来重要影响 所以大家也可以多留意一下俄乌战争方面的消息和报道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了 这里要感谢一下老虎证券对本节目的支持 如果有美股开户需求的朋友 可以关注一下视频简介中的老虎证券开户链接 有专属福利带给大家 还有给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非常开心 由我参与开发的小白的美股投资宝典已经推出 欢迎感兴趣的朋友扫码了解课程内容 那如果喜欢我的视频 麻烦订阅点赞和转发 同时还可以打开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及时了解 散动态第一时间获取更新通知 谢谢大家 祝大家周末愉快 健康平安 我们下周再见